在我小的时候 阿妈的卫生纸里 包的到底是什么 小时候因为爸妈工作繁忙 都是由阿妈照顾我 阿妈总会瞒着爸妈 用卫生纸包东西偷塞给你 有时候是爸妈不准我吃的糖果 有的时候是阿妈喜欢吃的点心 偶尔会有零用钱 或是更多的卫生纸 有时候还会出现 应该不是给我的东西 虽然每次打开卫生纸 不一定都会符合我的期待 但在我童年回忆中 印象最深的 还是那一次次 等着打开卫生纸的时刻 长大后 手上拿的再也不是阿妈的卫生纸 而是手机了 每天等着打开的 不再是阿妈的惊喜 而是满满的未接来电 未知的语音讯息 和永远做不完的代办事项 虽然阿妈有时候也会打来 但因为有太多工作等的处理 总是没有办法及时回电 直到有一天 阿妈没有打来 一开始我没有想太多 但连续好几天 手机都没有出现阿妈的来电 那小小的不安 不断在我心里扩大 那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 都会永远不变 他们说 阿妈失智了 就连亲人都不记得了 阿妈 我回来了 你是谁啊 看着阿妈的表情 她真的完全忘记我是谁 更不用说记得我的电话 怎么 你靠我啊 那我先走了 阿妈有什么事情 就尽量打给我 好 没有关系 把家里有什么需要的话 跟我讲一次 她最爱乖哦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 阿妈的卫生纸里 包的不只是她的关心 和喝食物 还有那些我早已忘记的 每一个珍贵时刻 最真实的温柔 呵护最爱的人